如果你是教情侶的啦 第一句話是 別擔心我不會離開台灣 有嗎 有人跟你們講說這句話嗎 沒有 我從來沒聽過 他們會放在心上 來 老師講一下 別擔心我不會離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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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台灣 對 對 很多人會錯在這裡啦 離開後面加借細詞 對不對 是 第二句是 我28歲了 我現在需要一個老公 好直接喔 來 這句要講 老師 我28歲 我現在需要找一個男人 真的有人這樣講嗎 我覺得不太會 沒有人這樣講 沒有人會去這樣講 因為現在 我要去找老公 我覺得現在的女性都很自主 不見得會那麼忘了一個老公 可是如果說我表達 你們一開始表達說 我也喜歡你 比如說有一天你老公跟你表達說 我其實蠻喜歡你的 我想娶你 那米燮那時候你怎麼講 因為我從來沒想要結婚 然後她第一次跟我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說 讓你一天思考 讓你一天思考 我真的很配 沒有 你的英文真的很爛 對 可是她的店長說 讓你一天思考 思考 OK 然後第二次呢 第二次我想說 她也蠻不錯的 然後真的還蠻體貼 我就說 OK 然後她說 OK 然後我就沒了 OK…就OK 因為她那時候人在德國 我在新加坡 然後她是在電話跟我求婚的 OK 她那個用意 什麼樣的話語跟你求婚 她說 我有一個問題 然後想要問你 我說 你可以說她講的英文 她說 然後她就說 然後她就說 請 請 然後老金就這樣一動 我說 該不是要跟我求婚吧 我說 讓我猜 他說 OK 我說 你願意結婚嗎 對 是你跟她求婚 對 我說 你願意結婚嗎 他說 好偉大的愛情喔 真的 其實搞得半天是她跟她求婚的 對 老包男生是想說 問一下說 要不要去哪邊度個假 所以她想說 你居然都開口要結婚了 對 好不然就來結婚了 但我想說 她英文這麼拉 她老公為什麼要跟她結婚 原來其實是她跟她求婚的 原來是我自己會錯意 對啊 沒人 對不對 老師 她剛剛講的那句話 其實是求婚吧 那有可能 但是 可是這句話 她說得非常好 You want to marry me 這句話 前面少了一個do 但是其實根本不需要用一個do的 所以根本她 她其實講對了 講對了 就這句話 她講好多話 這句話講得非常對 然後 有的時候 英文就是這樣 shut his mouth shut his mouth his mouth 他本來是要講 可是不知道怎麼開口 對 David你怎麼用英文跟你老婆求婚 Would you marry me 你看嘛 正確是Would you marry me OK 然後她說 考慮 就是因為說 Let me think Let me think 所以不用One day One day One day thinking Let me think 然後 Let me think OK Fine 然後 以後 回來再問一次 OK Let's go 所以其實就很簡單兩句話 老師你正確示範一下 有人跟你求婚是講什麼 那你要回答什麼 好不好 來一下 好的 Would you marry me 剛剛跟她講的是一模一樣 你要不要 也是 老師你對柯柯講好了 比較有Feel好不好 OK Would you marry me 還會嚇跑 來… 然後柯柯你回答一下 要回答Yes or No 對 Let me think one day Let me think one day OK 不要這樣講 他這樣講對不對 需要一天嗎 Let me think Let me think 或是Let me consider it 一天 一天 好 然後那你要講什麼 還有一個 我就說 OK You really mean it 你是真的嗎 然後這樣說 I feel excited I can't wait to get the answer 我希望答案是正確的 我希望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的 來 我們再來看下一句 它是說 你說進我家前請脫掉你的鞋子 台灣人習慣脫鞋 對 對不對 所以Michelle 你德國老公進你家門前 有先脫鞋嗎 有 他就很路徑衰俗 然後他就看到我們家門口有一堆鞋子 他就脫掉 還好你不用再講英文 不然真的滿嚇人的 來 老師叫一下正確的句吧 Please take your shoes off before entering my home 或是 my house 這其實可以使用給所有的外國朋友 如果進到你家來對不對 你們家是有脫鞋的 就是講這一句 請你脫掉你的鞋子 在你進我家門之前 好 這句話就是真的 夫妻界要討論到了 這句話就是我們買房子前 要先考慮風水 風水的英文是什麼 風水有一個英文是 Germancy 但是這個字很少用 現在都用風水 就叫風水 對 就已經變了風水 風水 所以就風水就可以了 好 所以英文是 We must consider the 風水 before buying an apartment 那如果是別的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before的後面的動詞都叫ing 對 對 對 OK 好 再來最後一句是 我們真的 這句一定要問一下 我們真的要搬去 跟你的父母一起住嗎 因為老外通常是 不願意跟這個 怨父母啦 或者是這個 他們自己爸媽住在一起 所以我們真的要搬去 你的父母家 對 OK 所以Veresa 你有見過對方的父母親嗎 有 很多次 很多次 那父母親看到你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加拿大人 英文應該講得很好 對 他們會故意把速度放慢 還是怎麼樣 他父母親倒不會 因為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有事先 跟他爸媽溝通過 我覺得說你不要就是 他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是不要問他太多問題 有什麼問題 你就問我 我翻譯就好了 反正是他的阿姨 因為那時候 他那時候有點像 拐我回去見他爸媽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 他要回加拿大 所以因為那時候過年 那過年假期比較長嘛 那他就說我機票都買好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塊去呢 我說他見爸媽不好吧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我們還沒有那麼正式 你知道嗎 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外國人不像你們台灣人 你們台灣人好認真喔 我們見爸媽其實是一個 就是認識而已 其實沒有像你想得那麼嚴肅 他騙你的啦 對 他騙我的 對 他騙我的 然後我想說好啊 那我也沒有去過雪國 我從來沒有看過雪 所以我想好好 那就當作去玩嘛 過年去玩 我說好 那就去了 到他家之後我才發現 我說他這輩子 第一個帶回去的女朋友 他很遜啊 好情很差 沒有 他有女朋友 但是他都沒有覺得說 有認真到需要介紹 對 所以你看外國人見父 對 所以他根本就是騙我 那時候我不知道 因為年紀小不懂啊 然後就這樣被他拐回家去了 然後是他阿姨的 那個時候是他阿姨來 因為他阿姨知道說 他帶了女朋友回來 從台灣回來的女朋友 然後大家就 親戚們都很興奮 因為那時候他也30幾了 那在國外30幾還沒有結婚 算是很晚婚的 他們大概都20幾就結光光了 所以大家就好高興 就覺得說那應該就是了就是了 所以大家就都跑來要看我 那他阿姨就 其實他阿姨是好心嘛 他就講得很慢 就這樣 你喜歡加拿大嗎 那其實因為他60幾歲的老太太 他就說我講慢一點 那這樣你就會懂 他其實他是好心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就很受傷你知道嗎 就去 I like Canada very much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的英文也沒有 雖然說沒有很好 可是也沒有爛到這樣子 那那時候其實是覺得 有一點受傷 就好像被人家 有一點瞧不起 那我就回來他說 Oh thank you is very beautiful 然後就OK了 但是一直到現在 每次我們聚在一起 這件事都還會被人拿出來笑 都還是會被人拿出來笑 其實有一個就是在學英文 在台灣有一個不一樣的跟國外 拜託你的鞋子 比如說外國人不會講這個 朋友的 拜託你的鞋子 不會 還是鞋子 鞋子 很簡單 他不會說 拜託 會放在後面 這個是朋友 上面的都是很正式 真的很正式 真的很正式 一般口語的就是 就是不會到那麼… 所以我剛才講的是環境式 因為現在在台灣學的是 就是數學 對 跟外國人去譬如說師大什麼 學那個中文 中文 學中文的時候就是 你好嗎 然後還是多少錢 那多少錢 就插在這邊 對… 如果問問多少錢 這個東西多少錢 通常我們就多少錢 多少錢 就是環境是這個 就是Loco Loco language 沒有 我們還會自己創造一些 對不對 對… 跟UPUP也是 沒有關係 大家都懂 對不對 像你們要只談戀愛嘛 不用那麼嚴肅嘛 對不對 各位創造什麼台式的英文 我想Michelle 你應該是個中高雄 對…